1984年10月15号的一大清早 一位叫刘一良的华人 在旧金山市郊的家中被人枪杀 他眉心胸部和腹部各种一枪 枪枪致命 警方在接到刘一良妻子的报案后赶往现场 经验丰富的警察马上感觉到此案不简单 凶手的手法专业 冷静 这不像普通的寻仇更像是被人执行了死刑 联邦调查局迅速介入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然而案情的复杂程度甚至是案件本身 都远超人们的想象 乱乱随千刻 纷纷避祸民 风传均喊急 与颂哭生贫 子不能避负 均无可保存 宁为太平犬 莫作离乱人 1945年8月 日本在遭受原子弹轰炸后宣布投降 当年10月25日 陈怡在台北接受了日军的投降 战争的阴影似乎渐渐在全世界散去 然而 对于台湾这个偏据异鱼的小岛来说 迎接他们的命运却晦暗不明 当台湾的士绅 知识分子 有钱人和宫庙 来到码头洗淫盲尸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却是一只破衣烂衫 军纪不整 精神涣散的队伍 他们不但大失所望 内心还隐隐有一丝不祥 日治时期 台湾虽然发生过以卫战争 误涉事件 但日本人在台湾的建设却是令人佩服的 他们在台湾进行了彻底的农业革命 推广化肥 开设现代化糖厂 这些举措为农村社会带来巨大变化 其间建成乌山头水库 纵贯铁路 日本人还推行国民教育 完善医疗制度 并把法治观念普及到台湾 国民党接管台湾后 到1952年间 这个小岛迅速接纳了200多万难民 仅1949年一年就涌入约100万军民 在此期间 台湾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到1949年6月 台湾的物价指数已是中战支出的7000倍 作为一个外来政权 国民党想要控制台湾 必须实行白色恐怖 为震慑民众R28先大杀一批 除此之外 再通过炮制假案 抓匪谍等方法进行大规模迫害和整肃 那时候台湾流行的标语和口号与文革无异 如 杀绝珠毛匪帮 匪谍就在你身边 很多人不经审判就可逮捕 人们为自保 告密者到处都是 人与人之间信赖感尽失 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一系列举措之下 台湾政权逐渐稳定下来 受到迫害的总是少数人 大多数人还是过着平庸 琐碎的生活 有钱人虽英雄落难 美人耻目 难掩心中落寞 可麻将还是要打 玉树后庭花还是得唱 普通人糊涂一点的还在想着反攻大路 聪明的都忙着升官发财 更多人则为虎口四处奔走 大人现实冷酷 并没注意到孩子们面对的世界 有多么怪异和陌生 邻居说着不同方言 生活空间极度狭小 他们彼此之间 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 有着巨大的文化冲突 他们用打架斗殴来宣泄心中的恐惧和旺盛的荷尔蒙 文化上的漂泊感让他们拉帮结派 寻找认同 竹联邦成立于1953年 最早的名字叫做中和邦 由中学生孙德培创立 其成员多为台北永和镇的学生 日常以打群架 以及向摊贩索要保护费为主要活动内容 1957年 中和邦与附近的古亭邦发生冲突 孙德培带人砍死了古亭邦的周天颂 被判入狱七年 中和邦自此四分五裂 成员们纷纷自立山头 帮中元老赵宁为重振升威 邀请残余帮众们来到永和镇的一片竹林里 召开代表大会 他们重新结成竹林联盟 并且为尊重入狱的孙德培 决定不设立帮主 最早的竹联邦以动物名称区分势力范围 分别为狮 虎 豹 凤 鸭 五个支派联盟 后来陆续加入的新成员 都喜欢以动物名称来取绰号 如 灰鸭 黄鸟 青蛇等 鸭堂的执掌人叫做周荣 他手下有个绰号叫做汉鸭子的 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其里 陈其里出身 书香世家 1941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 父亲陈忠是法官 母亲则为书记官 陈其里1949年 随父母迁居到台湾后 一直居住在眷村 因为上学期间经常受到同学欺负 读中学后 陈其里便开始跟随周荣等人混帮派 陈其里的父亲陈忠 为此还特意将他转学 但他涉入一身 陈忠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当我看到他满是失望的眼光就明白了 这个孩子以后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不会再来告诉我了 这时的竹联邦仍和早期的中和邦一样 以打群架收保护费为主要活动内容 60年代初 竹联邦和陈其里开始崛起 这一切的源头都与另一大台北帮派四海帮有关 1954年冯朱宇和一帮学生在台湾大学农学院结拜 以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定立帮名 四海帮成员多为家境富裕的二代子弟 有军校辍学生以及清一色的眷村高中生大学生 因为成员们多有政党背景 四海帮内构架清晰完整 管理严格得当 发展极为迅速 很快成为台北外省挂最大帮派 年纪上轻的竹联邦就曾数次遭到四海帮的打压和围剿 1960年代初 台湾情治部门开始将四海帮 视为扫荡的重点对象 四海帮内部势力因此分裂 陈其里带领帮众趁机展开大规模活动 他们先是取代了四海帮在古亭一带的势力 又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张地盘 在陈其里带领下 竹联邦从校园帮派逐渐转变为街头帮派 在此期间 陈其里的学业也没落下 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淡江大学前身淡江文理学院 就读工程学 1968年 27岁的陈其里在香港西餐厅带领十几人 与上百人的本地帮派牛浦帮激战 以少胜多 一战成名 至此 竹联邦逐渐成为台北最大黑帮 这时的台湾因为吃到了冷战红利 经济开始腾飞 竹联邦也进入快速扩张阶段 他们南下台中 台南 高雄等地 打算一统江湖 1968年 竹联邦在阳明山召开大会 仍不设帮主 尊奉陈其里为大哥 主持会议的则是年轻的后期之秀张安乐 和陈其里一样 张安乐也是一个学霸 大学在淡江文理学院历史学习就读 大学毕业后还考上了该校的研究生 不过因为邦内纠纷未毕业 后又在美国内华达大学学习会计 也曾在斯坦福大学主修作业研究 张安乐的经历与其他邦内大佬十分相似 出生于书香门第 幼时随父母迁居台湾 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北一女的教师 高中时加入竹联邦 绰号白狼 1970年 竹联邦内住贯财务的陈人携款潜逃 陈其里发出追杀令 陈人无处可逃 只能向警方求助成为污点证人 不料竹联邦派出的杀手 竟然当着警察的面刺死了陈人 陈其里作为幕后指使 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半 竹联邦及其他黑帮势力在台湾的崛起 是国民党对社会控制力急速减弱的表现 国民党的衰弱 为日后台湾的民主化提供了基础 陈其里出狱后再次进行改革 将组织企业化 武装现代化 1984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林 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与陈其里会面 他们商谈的是一件锄奸大事 想干掉的人便是美籍华人刘一良 刘一良不过一届普通文人 记者 作家 笔名江南 1967年从台湾移居美国 曾连载《蒋经国传》其中多有负面内容 即将公开发表《吴国珍传》 这让台湾方面如作针毡 吴国珍曾任台湾省主席 致力于台湾的民主化 但当时蒋介石正在党内展开一系列改组活动 巩固权力清除儿子蒋经国接班的障碍 吴国珍因此与蒋氏父子矛盾极深 据说他曾几次遭遇暗杀 但都幸运夺国 1953年吴国珍辞职后 携家人前往美国 次子吴修黄被扣作人质 吴国珍到美后立刻放话 县令蒋必须在30天内放人 否则他将被迫采取其他行动 台湾方面文言立刻将吴修黄放行 可见吴国珍确实掌握了不少蒋氏父子的秘密 但此后他似是与蒋家达成默契 未再多发一言 江南继刘一良在美期间多次采访吴国珍 并得到吴的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发表吴国珍传 1984年6月6日吴国珍去世 江南迫不及待写了几篇文章在香港发表 还对有人表示此书出版后肯定会轰动一时 1984年8月初歼计划正式展开 陈其里在接受短暂的情报训练之后 与妻子及总护法吴敦在当年9月初抵达美国 并与一个月前已经提前抵美的唐主董贵森会合 对于台湾情报部门来说 与黑帮合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国民党起家就是靠黑道 至于陈其里愿意被招安 除去爱国主义情节的驱使之外 恐怕也与情报部门达成了某些协议 当然这些只是猜测真相如何外人很难知晓 离美后陈其里、吴敦、董贵森三人 开始对刘一良进行跟踪踩点 1984年10月15号清晨 就在刘一良吃过早餐准备离开家 开车前往自己的礼品店上班时 早已埋伏在旁的陈其里三人 对刘一良执行了死刑 他已出现 董贵森急朝他眉心开了一枪 吴敦则朝刘的胸、腹各部一枪确认 任务已结束 三人按照计划经他国辗转回到台湾 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后 很快公布了调查结果 证实此案为逐联邦投面人物 陈其里、吴敦、董贵森所为 刘一良一双公开发表声明 称丈夫与黑社会并无过节 他之所以被杀害 其因在于披露蒋家丑闻 得罪了蒋经国 这个声明让台美两地一片哗然 1984年11月 就在陈其里等人枪杀刘一良 仅一个月后 时任内政部长的吴波雄 宣布开始执行疫情专案 美其名曰要扫清岛内帮派 实际主要为抓捕陈其里三人 11月12日 陈其里、吴敦被逮捕 董贵森则逃往菲律宾 这种丢居宝帅的明显做法 招致台美两地不满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台湾政府又逮捕了情报局局长 邦锡林 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根据审理的结果 刘一良既作家江南 实为台湾情报部门临时工 但被情报部门发现 他可能也为中共提供情报 是双面间谍 情报局未铲除内奸 决定派陈其里实施刺杀计划 此事与蒋经国无关 然而 汪锡林等人被捕 仍不能保证 陈其里几人的安全 1985年3月 正在美国读书的白狼张安乐 突然宣称 他手中握有陈其里 提前录制好的录音带 录音带可以证明 蒋孝武才是谋杀刘一良的元凶 他先将录音带交给联邦调查局 随后发表了公开声明 此举让台美舆论再次沸腾 原来陈其里混击江湖多年 早料到事后可能被人卸磨杀驴 便提前将如何 与情报部门接洽等内幕 制作成录音带交给张安乐保管 至此江南岸 已将皇帝太子同时拉下水 陈其里等人的命算是保住了 不过政治需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案件的热度很快在台湾政府的疏通下 被压了下来 虎头蛇尾的在台美两地匆匆结束 至今还留下诸多谜团 蒋经国是否设案 还是情报局长汪锡林揣摩圣意 擅作主张 疑惑这仅是因为汪锡林与上司国安局长汪靖旭不合内斗 汪靖旭设局想要扳倒汪锡林 蒋校武是否知情 张安乐声称蒋校武设案后来证明确为杜撰 但他真的是完全清白的吗 此外还传出刘一良 为中、台、美三面间谍 这是否属实 然而不管真相到底如何 有一点却毋庸置疑 继台湾的情报系统公然与黑社会勾结去别国杀人 这种行为对国民党的形象是一个巨大打击 到上世纪80年代 蒋经国在国民党内仍然声望极高 蒋校武也常被人称作校武功 不过蒋校武其实已无接班的可能性 他既无父亲的文涛 也无祖父的武略 党内根基很浅 而那个时候 国民党内部已达成共识 蒋家的时代已过去 不过江南岸仍在某种程度上将这样的趋势锁定 不管蒋经国是否有过让儿子接班的打算 江南岸后已无可能 蒋校武因此案政治前途尽毁 从此失宠 很快被外放到日本和新加坡 1991年刚刚从日本回台的蒋校武 因心脏病促世 年仅46岁 江南岸主角命运各有不同 陈其里在狱中受到优待 坐监六年与1991年出狱 出狱后陆续成立多家公司 承拦公共工程 期间还指定黄少岑为竹联邦第二任帮助 1996年台湾扫黑 陈其里流亡柬埔寨 致死未再回到台湾 在柬埔寨除了做生意 陈其里也热衷慈善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小动物都很喜欢他 家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到访 其中甚至还有孔雀 邻居们偶尔还到他家中来看孔雀 他笑称自己上辈子可能是一只鸟 陈其里此人相貌英俊 性格内向宽和 言谈中不自觉给人一种亲近感 他眼光形势都颇有格局 下手狠辣 是天生的领袖 陈其里儿子陈楚河为台湾知名演员 2007年10月 陈其里因癌症在香港病逝 中年66岁 同年11月 他的葬礼在台北举行 晚连由台湾作家张大春所写 启节禀呼天 人从侠道知中进 礼师求助也 路断观和望竹林 这场葬礼约有万人参加 除本地帮派外 香港、日本、美国帮派也有道场 台湾政界包括立法院、国民党、民进党等 都有代表出席 道场名人除向华强外还有周杰伦 周杰伦之所以参加这场葬礼 却是因为另外一个人 吴敦 1991年 吴敦与陈其里一起出狱后 转往电影业发展 创办长虹影视公司 与王晶、刘家昌等多位港台导演都有合作 制作过多部快智人口的作品 如《旋风小子》、《新乌龙院》、《倚天屠龙记》等 捧红多位影视明星 如林志颖、徐若轩、金城武、贾静文 周杰伦主演的《功夫灌篮》便由吴敦的公司投资 三个杀手之一董贵森自台湾逃往菲律宾后 又涉嫌在菲律宾犯下陈氏兄弟灭门案 遭多国通缉 1985年流亡巴西期间因江南案被引渡至美国 1991年董贵森在狱中遭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刺死 此事至今成谜 白狼张安乐1985年在美国因贩毒罪被判处15年徒刑 实际服刑10年 他一直宣称自己是被人陷害 坐牢期间张安乐再次发挥学霸本色 一口气拿下社会学与心理学两个学士学位 1996年张安乐因台湾的扫黑运动来到中国经商 做头盔生意 2005年他在中国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 该党属于激进统派 支持中国统一 反对台独 曾在公开活动时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江南案后 蒋经国取消了国防部情报局编制 情报局局长汪希玲坐牢6年 期间受到特别优待 1991年出狱 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坐牢2年6个月 江南及刘一良妻子 获得台湾政府145万美元赔偿 江南案几年后 蒋经国解除戒严令 开放了党禁 报禁 台湾逐渐走向民主 在自由之家2021年发布的全球自由度报告中 台湾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度总得分为94分 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 陈其里 吴敦 张安乐这一代人是精神上无根的一代人 他们虽然在台湾长大 却并不认同自己的台湾人身份 然而中国大陆也早已不是他们的家园 他们没有故乡 青春被时代碾碎 他们没有经历战争 却忍受了离乱的伤痛 他们和他们曾经憎恶的本省孩子一样 都是被父辈的失败践踏的一代人 当我们嘲笑他们为独裁呐喊 为敌人唱赞歌时 也不要失去心中的怜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咱们下次见